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兰间有个IS 附兰间哪里有打仗 附兰间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突然间的 有没有 突然间醒来发生一件事情 有吗 国家你觉得有胖默吗 我不懂你自己去想一想好不好 什么第一官员第二官员我不知道 我们很多的胖默都放在我们的儿女当中 但是我们越放在儿女的当中 我们也心惊胆跳 会不会心惊胆跳 听说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 你们觉得吗 对不对 因为他们好像越来越醒目了 对不对 以前我们可以骗他的东西 当然不应该骗 现在都骗不到 对吗 然后孩子会告诉你 爸爸 我上网看不是这样的哦 对吗 原来我们的孩子 身上放在孩子的盼望 我告诉你 也是极其困难的 对吗 很多妈妈 老妈妈告诉我 他讲 我们那一代 他们都讲我们这代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一代 牧师今年49岁 我们这一代我告诉你 大概18岁 16岁 我们开始会养自己 你明白吗 但是我们看看现在这一代 现在这一代30岁还要妈妈养 对吧 儿女有胖默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父母有胖默吗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伴侣有胖默吗 我告诉你 我们活在的世界越来越恐怖 因为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的新闻报告 马来西亚的新闻报告怎么样 结婚5年里面离婚率很高 离婚的人有30% 就是死对夫妻结婚5年有30%会离婚 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没有胖默 就是绝望嘛 倒转来讲嘛 对不对 我坦白的讲一句你赞同吗 就是你孤单的时候 对不对 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你遇到很无奈的时候没有人跟你去倾诉 那个叫做绝望嘛 对吗 特别是有些喜欢赌博的朋友 欠在阿隆的时候打电话每个借钱给我 什么都可以谈 借钱不要谈 我告诉你 完全进入绝望 对吗 会吗 人一当寂寞 没有人陪你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去进入绝望 我们进入的世界里面 好像越来越没有保障 你叫牧师 你怎么讲那么多负面的话 我告诉你 负面的是这个世界 你告诉你旁边的 在神国里面都是正面的 Amen 跟你旁边讲 神国都是正面 我为什么告诉你神国是正面 你明白吗 我坦白的告诉你 我们人生充满了很多变数 对不对 很多你预算到了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做生意 有谁做生意 告诉我说 我准备失败 我准备拆落 没有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算得清清楚楚的 爆砖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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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一弹开包子 每一天什么生意都有人顶 对不对 为什么要顶 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他没有算到有不一定的变数 对吗 可能你刚刚在卖猪肉什么什么 突然间来个一百百力证 不能卖 对吗 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变数 世界奇奇怪怪的变数越来越多 我一个朋友他是做电子 电子你明白吗 所以他做电子的零件配件 越做越赚到钱 所以他就很敢买东西 你明白吗 反正宫崎前后面会来 前后面会来 突然之间 没有生意 你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没有生意吗 因为他的电子主要是supply给 那个Sony Elexon电话 你明白吗 突然间杀出了一个Samsung跟一个iPhone 挂到电付 我告诉你 整个市场只买两种电话 一个叫Samsung 一个叫iPhone 对吗 所以不是爱情奉献iPhone 是iPhone 你明白吗 对不对 突然之间没有生意 变数太大 人生的变数太大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现在 未来 更恐怖的就是 人生一个大问题 你死了去哪里 你身后是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的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 在耶稣基督里 神给我们冲淡了盼望 Amen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47章 第11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Amen 原来神说他很喜欢那些盼望他来爱我们的人 原来你盼望他来爱你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 神一开始就讲什么 神爱世人 世人不是世风的人 是累啊 Amen 他讲什么 神爱世人 你盼望那个本来就爱你的人 爱你 OK吗 我告诉你 你盼望谁来爱你都有变数 对吗 我们有多少个是拍拖一次就结婚了 来举手一下 你看一个两个三个 哇我们很冠军了 可以鼓掌了 这个地方竟然有五队 这个地方竟然有五队 你知道吗 这个是很特别的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 从我的人生经历里面 很少很少很少像凌春发牧师一样 像Amen这样 这么幸福 一拍拖就结婚 你明白吗 一般上次怎么样 拍了五个不刚 六个不刚 七个不刚 我想告诉你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以为有胖胖结果是一个垃圾 结果 你却没有跟你拍拖的那个就分了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以为他最爱你 他也以为他最爱你 结果怎样 结果嘛 对不对 但是今天我很直接的告诉你 耶稣爱你好吗 跟你旁边讲 耶稣好爱你 耶稣好爱你 好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到 第一章五到六节一起来读 来 是为了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 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天下 并结果 增长如同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Amen 原来神说 我们透过福音 我们就找到盼望 牧师 是不是哦 是不是哦 我从三个层面来跟你讲 刚才我跟你讲 人生最怕的 不单止是寂寞 我们最怕的就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怎么样 我的未来是什么 我死后是什么 对吗 所以我先从现在来讲好不好 关于现在 我的盼望塞布 他时刻以我同在 我真信 我真信有他 他就与你同在 Amen 那个神永远不理清你 永远都与你同在 那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寂寞 所以我告诉你 那个寂寞的歌不是我们唱的 好不好 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我蛮喜欢这首歌 寂寞的呢 寂寞的呢 现在不唱了 不唱了 为什么不唱 有耶稣基督唱了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很怕寂寞 我们惧怕 惧怕让我们伤胆 对吗 但是今天神在以赛尔书 41章十节告诉我们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Amen 跟你旁边讲 不要害怕 神与你同在 神不单止告诉我们 他与我们同在 他还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神说神用他的公义 来扶持你 我告诉你 我越看越喜欢公义 这两个字 我们今天觉得在这世上 没有胖了很多东西 没有胖了是为什么 因为公义不见了 我这么讲对吗 这世代里面公义 好像越来越看不见 对吗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 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福分 这个福分叫做 神为你取公义 Amen Amen 我最近很喜欢讲一个问题 讲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可爱的 很可爱的 不过可以提供参考 什么叫提供参考 你知道吗 神创造人的时候 就是这么创造 吹了一口气 那个人就上来了 你明白吗 一口气 结果人的一生 从那天开始 一生争来争去 争来争去 争什么 就是争来口气 搞到这么辛苦 你明白吗 所以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基督徒在祷告 我看到他祷告得很可怜 为什么很可怜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在祷告 神啊神啊 那个某某人欠我五百块 现在都还没有完 神啊 求你感动他 让他还给我 神啊 要不然你就惩罚他 主啊 你就让他不还给我 他不安的 神啊 那口气就是要他还给他 结果他花了一个小时去祷告 我想请问你一下 现在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秘籍 同样 你的目的是什么 想要五百块 对不对 想要五百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不要五百要一千 你知道吗 不是祷告那个人还你一千 你怎么样跟神祷告吗 神啊 那个人不还我就算了 因为你是公义的神 你让我做生意 这样多一千 那请问一下 你要一千还是要五百 一千嘛 干嘛你每天想那个五百 你明白吗 神会让我们取公义 而那个公义 并不是在我们眼睛里面所看的 面对的一个事情 它是从四周围的环境里面 帮助我们 帮我们取公义 Amen 所以8月31号是国庆子 对不对 也是我们的经传截止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8月31号 你跟你旁边讲 感谢主 你住在马来西亚 我每天都告诉人家 你要记得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太重要了 罗马书8章31节 神告诉我们 若神要帮助我们 没有人能够抵挡 有没有觉得 若神要帮助你 没有人抵挡 那神也没有帮助你 神讲明了要帮助你 Amen 可以吗 好 圣经在诗篇里面 告诉我们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读诗篇 3章8节 来 我要教导你 指示你当行的路 我要定情在你身上 圈借你 Amen 原来神告诉我们 人自没有盼望 是因为人没有目标 人没有方向 人不知道 下一步要做什么 对吗 所以正元28章19节 告诉我们说 人没有意向 人就会灭亡 人如果没有一个梦想 没有一个方向 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跑 你会怎样 你会活得不懂干嘛 你明白吗 所以这也是没有盼望的人生 但是今天神 他却告诉你 阿摩西书3章7节 这里没有写到 我特别告诉你 想到什么经文 就告诉你什么经文 那3章7节 阿摩西书讲什么 阿摩西书告诉我们说 原来神要做任何的事情 他都一先告诉我们 一先通知他的先知 告诉你 Amen 也就是说 神会指示你当行的路 Amen Amen 为什么我说这里有盼望 你跟你旁边讲 这里有神同在吗 你在神同在的地方里面 你就开始寻找到 神啊 我当行哪一条路 在神的引领之下 你知道你当行哪一条路的时候 你就找到盼望 Amen 所以神不单只教导你 还指示你 还劝诫你 劝诫你是什么意思 坦白的告诉你 神 圣灵 圣灵的引领 提摩太 那个天上诺律教书 五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Amen 神告诉我们 我告诉你 我有个看法 你自己想想看 圣经的道理 圣灵的引领 就好像生命中的GPS 有没有用过GPS 对不对 你如果跑到前面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 300公里后向左转 向右转 对吗 如果你跑错了 他会告诉你怎么样 请在200公里前面 优灯 有吗 Amen 其实圣经 圣灵 神的话语 就好像带你进入 盼望的GPS 一模一样 告诉你 当行的路 什么时候转左 什么时候转右 什么时候你要优灯 Amen Amen 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 Amen 我们一起来读 耶利米埃哥 3章21到23节 来 我想起这事 心里就有指望 我不知灭亡 是出于耶和华 助办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不知断绝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哇 感谢主 耶摩埃哥告诉我们说 他想起了以后 他知道 原来认识耶稣 有指望 不知灭亡 并且怎么样 神助办的慈爱 他的怜悯是怎么样 一起读来 不知断绝 就是无论你遇到任何的困难 任何的困境的时候 神会不会怜悯你 会不会指引你 会 不但知是怎么样 他还承诺 不知断绝 我什么时候都怜悯你 什么时候都看顾你 但是你身边的自清 也未必做得到 对吗 因为人有极限 但神却不一样 特别用 把它涂红色的给你看 一起来涂好不好 每早晨 这都是新的 Amen 神给你的盼望 是每一天都有盼望 Amen 神带领我们的是 每一天都有盼望 不是只是今天有盼望 而是每一天都有盼望 Amen 那么这是对于现在 现在为什么我感觉有盼望 简单的跟你做现在的总结 就是第一 我知道神与我同在 Amen 第二 我知道神会带领我跑去盼望的路 第三 他肯定不灭绝 并且是每天都有的 Amen 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在几时的 跟你旁边讲是每一天 一起来就有了 好不好 一起来就有 对不对 好 我们关于未来 对不对 关于未来 我的盼望是 他有计划性的让我得到益处 这个不简单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经典经文 罗马书8章28节 一起来读 来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卑造的人 Amen 这里在讲什么 原来神 他是可以转化 转变 转来转去 挪一切 掌控一切的神 然后他怎么样 他把万事都互相效益 不过有条件 特别是给那爱神的人得益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心向神 无论你遇到哪一件事情 但你看不明白 不过我想告诉你 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得益 Amen 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得益 我告诉你 这个应许已经够了 这个应许已经是全部的盼望了 你知道吗 这里讲是什么 他说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 Amen 都让你得益处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这个万事互相效益 让你得益处 并不是一定是你心想的益处 而是神为你所策定的益处 你明白吗 不是我信了神 我不是神是不是好像我以前拜了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什么东西 反正都是为我得益 为我得益 对 都是为你得益 不过不是按你旨意 是按神旨意 Amen 你要搞对 要按神旨意 为什么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 我不知道在你生命中 有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经历过 我们常常以为 从我们的眼光里面看这件事情是好的 是有盼望的 没有了 他就变成没有盼望 但是神看法却不一样 并且很深度 这个深度 无法可测度 我怎么讲无法可测度 我很多故事都重复重复在讲 因为生命中的经历 经历的这样就是这样 没有的变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在做戒赌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 我跟神稍微的撒娇 我就跟上帝讲 上帝 我自从信了你 没有乱用钱 上帝 你叫我做赌徒的工作 赌徒每个没有钱 上帝 他们家里同样要吃饭 上帝 反正这个工作一定要钱 上帝 如果又要做 又要找钱 很麻烦 难道你不可以让我有钱人吗 可以吗 神要让我做有钱人 可以吗 我告诉你 你容易的要命啊 他今天晚上跑去一个亿万富翁的前面 然后透过梦来告诉他 我是你的神 耶和华 给那个肥宅牧师一千万 马上 不然 我去要你好看 哇 那个有钱你去准准准准准 赶快给赶快给 给那一千万可能有意义 对吗 神很容易 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对我来说 神太容易了 要让我有钱 你明白吗 我去问神啊 你干嘛不给我有钱 然后我有钱我比较方便嘛 对不对 你说神有没有应许 我告诉你 神透过了一个教训的模式来应许我 他真的给我 你知道他怎么给我你知道吗 有一天我有一个老朋友 一个老朋友 现在可能是我未来亲家 可能是我姐姐为了的亲家 他跑来告诉我 他在做一个小孩子的玩意 你知道吗 他就跟我讲 你好像对商场那些都比较熟一熟 这个东西怎么样去跟商场租地方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问我的意见 我说这个很简单的啦 我很有经验的啦 我去找商场去租一个地方给他玩那个小孩子的那个玩具 你知道吗 哇 结果很好生意哦 他就告诉我 你一起来做啦 我讲不要啦 我想做事工 那时候还没有做牧师了 还是有点时间 这个东西不用的嘛 你又不用出本钱 我出本钱先 你做我们看怎样对分 反正你做事工也要吃饭也要这样那样嘛 他讲一讲 像我觉得也是对哦 做事工要不要吃饭 要对不对 我想看要 我就开始开开开开开 不小心开到期间哦 我告诉你 我算一算 我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三十千哦 老板 如果在时间做义工 然后每一个月额外收入有三万块 OK吗你觉得 很OK 不是OK是很OK好不好 很OK你知道吗 哇神很信实 我讲没有钱他就给钱我了 好吗 好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不好 神知道不好 但是神你既然要我 就让你试一试 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好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在做戒毒工作的时候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遇到很多有问题的人了 现在比较不会 那个时候是一家跑路 你知道什么叫一家跑路 就是一家四口 从沙巴一起跟着我来 一男一女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读幼稚园 或一个还没有读书 你知道吗 那个男的就告诉我 牧师啊 你叫我不要做工慢慢停身 你不是不可以啊 但是除非我的三个都学到禁食祷告 不用吃饭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我就问他 那你到底会什么 他告诉我他会卖油漏面 那怎么样 就开一档油漏面给他嘛 对不对 那另外牧师有没有钱给他 老板 我什么 好像彼得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耶稣 你要吗 你吗 我哪里找钱 不过我有个武器 那个武器叫什么 祷告 对不对 我就带他祷告嘛 对不对 祷告就看他想办法嘛 对不对 想办法的时候 我告诉你恩典就出现了 什么恩典 有个弟兄讲 我以前卖一面 有剩下一些嘎唱 喂 嘎唱不用钱咯 这样四千就可能不用四千了咯 要两千多块不了 你知道吗 东一下西一下 反正抽抽抽抽到一下 就很奇怪的 他的当口开了 他就养活一家了 Amen 你知道吗 他在人生经历当中 看到了耶稣 现在有点不一样 我当时 哇 三万块六十五还欠人家很多钱 累计累计 现在很多钱都要还人了 第一 帮忙我再还一点救灾 你知道吗 那么 新的 他一来到 我还是可以送洞 钱还能够转的嘛 我另外有问题的人来找我 我就会告诉他咯 你 我不信任了 你叫你太太一起来 你要四千了 可以 我交给你太太 你们去开汤口 结果开到吗 马上就开到嘛 不用等了 问我去有了嘛 我有钱嘛 对不对 结果怎样 今天开汤口四千块 明天三天后 上云顶赌博 汤口卖给人家两千五百块 哈利路亚 我就没有智慧 没有判断 原来我不是好管家 结果神你看他做到恰恰好 大概这个行业 从本来几千块到三万块 三万块后来 一下子drop下了 突然间那个生意没有了 就是每一档都亏本的 明白吗 只剩下一间 是赚钱的 为什么要一间赚钱 那个是养活我的家的 Amen 并且这一间 我的partner是忠心又良善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那个partner叫做我的月母 Amen 当时上帝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 孩子不是我不要给钱你 你还没有做好好管家 Amen 原来神一直都是要操念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 在整个过程里面 凡事互相效应 无论你遇到任何的悲剧 任何的难剧 任何的东西 神就把它转弯 这就是神的利害 最大的问题是 你信任过吗 还是你站在埋怨的阶段 我很感恩 那天在开外展的时候 我就开了那个内护肌的带给他看 有个Australia人 他是天生没有所没有脚的 那么他站在那个桌子上 你知道吗 他一路讲 他讲话是这样 我当这里是桌子的 他讲 如果你认识了神 所有的东西你都在买呀 神啊 我为什么没有钱 你又跑多一步 神啊 别人那么好 我又没有 自容也可以这样买愿吗 如果太阳埋怨 神啊 别人两只手 我一只手 神啊 你很多东西可以埋怨 埋怨对不对 你再埋怨下去 埋怨到哪里了 再埋怨你看 再埋怨 哎呀 牧师小心一点 不要跌下去 我自己跟自己讲 一出啪就跌下去了 对不对 神告诉我们怎么样 既然 神可以叫凡事互相教你 不好的也可以变好 可以转化过来 你可不可以优灯 你知道什么叫优灯吗 转过来 神啊 不管怎样 你一定帮助我的 神啊 不管怎样 你一定有东西给我学的 神啊 反正你是要让我的益处 神啊 我告诉你 你就达到了成功的道路 Amen 对不对 那你的盼望 能不能够建立在 耶稣基督里 这个叫信 Amen Amen 我开始察觉到 在我的人生的阶段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看似不好 结果却是最好的 Amen 才能够塑造成今天的我 Amen 看似不好 结果都是最好的 因为神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 Amen 所以 耶稣女书29章11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耶稣华说 我知道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是你们幕后有指望 Amen 原来神在当中 不单止帮助我们 祂的整个意念 祂的整个看法 是怎么样 让我们被建立起来 并且得到平安 约翰福音16章33节 告诉我们 人在世上有苦难 但是在主里面有什么 跟你旁边讲 有平安 有平安的意思就是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到最后神就是要帮助我 Amen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盼望 而这个盼望 没有办法建立在文字上 只能够建立在你的生活经历上 所以 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推灵修 灵修 主要就是 你跟神建立关系 建立的关系 从灵修当中 你开始聆听到圣灵带你的指引 指引你人生的道路 然后让你去经历 好不好 我一直来都鼓励全教会的人 我们不要用文字上信神 我们要从生活跟实际的环境里面去经历 这位无所不在的上帝 Amen 为什么要灵修 为什么灵修过后 你知道灵修过后 我都会有一段告诉你们 你们要有一个 今天的灵修怎么样用在你的生活身上 对吗 那些听上我课的我都会告诉他 我不要写笼统的 就是什么叫笼统的吗 比如说今天的灵修 是我要老鼠人 你就在那边写 从今天开始 我知道了耶稣老鼠了我 从此以后我都要老鼠人 这个叫做废话 你知道吗 你是应该怎么样写的吗 我每一天都怪罪归名 我今天开始要释放 不要 我要老鼠归名 等一下我就打电话 约他和哥比奥一起吃饼干 这个叫具体的行动 Amen 结果我就跟他成为好朋友了 我是真的老鼠了 对吗 那个什么 活出神的盼望 Amen Amen 当你开始跟随的时候 神给你的旨意是平安的 Amen 来 腓立比书一章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就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Amen 神已经在我的内心里面 但你开始于他亲近的时候 他在你的内心里面做个转化的工作 而这个转化的工作 神需要成就 所以我们教会的一项使命 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 一起读 来 依靠圣灵 成全圣徒 完成使命 Amen 我相信 神不但给你盼望 神给你一个使命 因为有使命 有目标 才能够有盼望 Amen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要上课 上课主要的目的 就是帮助你进入丰盛的生命 那你说牧师 是不是每个人上课都进入丰盛的生命 坦白告诉你 如果那个上课的人很认真跟跟随的话 肯定是 如果那个上课的人不认真的话 肯定不是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坦白告诉你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付出代价 可以吗 比如说 你想读医生 你的爸爸出钱给你读医生 你会不会想问医生 当然是不会 除非你努力 对吗 他是双方的 可以吗 教会尽量想办法 把你栽培 让你看到胖华那里 进入丰盛的生命 不过如果你不努力 感谢主你自己交代 我不用交代 Hallelujah Amen 好 第三个 最后的告诉你 关于身后 我的胖胖在乎 他已以我预备好地方 Amen 圆安福音14章12节 一起来读 来 你们信你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若是没有 我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Amen 圆安福音14章12节 为什么很难讲 为什么很难讲 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天 有个人send了一个Email给我 我去看 Email里面 我很少去看 因为那个 Whatshap太多了 不过那天就刚好空着空着 我就开来看 一开来看 原来是个短片 短片真的很可爱 你知道吗 有一天有一个博士 在他的课堂里面 他就讲神论 他讲 这世界没有神 为什么什么 讲到最后 他就很大声地讲了一句 天上如果有神 叫神现在惩罚我 讲了以后 他就关注那个卖部讲话 你看 到现在神都没有惩罚我 证明没有神 很厉害 他一讲完以后 有一个老太婆就跑过去 就跟那个博士聊天 他就跟那个博士讲 博士 我人生经历很多 我30岁 我丈夫就去世了 我带着几个孩子 我活得不想活 那一天有人介绍 耶稣给我认识 我的生命变成寂寂 我到今天都没有看过 耶稣是谁 耶稣可能真的 像你所讲的 没有的 神也不存在了 但是我靠着这个信念 我今天把我儿子女儿 都养大了 我从消极的人生 变成寂寂的人生 我每天都有很大的欢笑 那有一天 我现在也老了 可能我也死去了 真如你所讲的 没有耶稣 我死了 我看不到耶稣 请问一下 我有任何损失吗 那个教授看一看他 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问那个教授第二句话 但是如果 当我死去了那一天 我真的一看 就看到耶稣 我突然间想到 你没有信耶稣 请问一下 你有损失吗 那个教授傻了 他不会告诉他 所以我告诉你 信耶稣的盼望 那个盼望很实在很确实 时间有关系 不过还是简单的告诉你 我妈妈在去年 前年 前年不是去年 四月 她回天家了 当然在她要回天家之前 你问我她有一些的挣扎吗 会不会在信你不信之间 会 但是到最后 她信的那个成分 会比较高 为什么 她还是能够讲那句话 如果耶稣借我回天家 我也是要哈利路亚 她还能够安排她的身后事 她告诉彩评 彩评 我要回天家的时候 唱什么歌 什么歌 你要领唱 你知道吗 她给孩子知道 孩子 如果我的身后事 请你把我放在萧恩元 对不起 不是跟萧恩元打广告 因为第一 靠近我的家 第二 她的灯光很亮 你知道吗 我妈妈是喜欢她 灯光很亮 又靠近我的家 你明白吗 她完全做好心理准备 如果她内心里面 没有这个盼望 我告诉你 你有见过要死的老人吗 年轻轻 很惧怕 对吗 她是感谢主 我妈妈很平安的 闭上眼睛 她就回来 因为她知道 她末后有盼望 Amen 所以我简单告诉你 这里有盼望 因为现在神与我同在 Amen 末后神坚定的应许 她说凡事复向效力 对不对 身后神为我依备的地方 Amen 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 一章三到六节 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作自己的大怜悯 叫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占物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蒙 因新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的 但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Amen 原来我们有极大的喜乐 现在的忧愁只是什么 你跟你旁边的人讲 只是暂时的 Amen 所以神讲怎么样 最后一个经文告诉大家 我们最后还读多一个经文 来一起读 我们既因新称义 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与神相和 我们又记着他 因信德进入 现在所站在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Amen 这是保罗他所讲的一句话 他讲怎么样 我们今天本来都是坏人 好不好 因为天下 我告诉你 我们是鼻孔向下的 我告诉你 没有人向上了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义人 好不好 但是我们因着 趁耶稣为主 我们就变成义人了 简单吗 这个叫因心称义 神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的那边 然后我们就怎么样 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恩典里面 知道在神里面我们有盼望 Amen 不单止如此 就算在患难当中 也会欢欢喜喜 患难当中真的能够欢喜吗 我坦白告诉你 找到耶稣的人能够 找不到的人不能够 Amen 找到了就能够 找到了就不能够 什么叫找到 无论怎样的患难 怎样的情况 我相信凡事复生效率 无论怎样的患难 我相信神早有预备 无论怎样的患难 我相信神在装备我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他说患难生忍耐 忍耐去培训了我们的 整个人的毅力 忍耐培训了我们的品格 然后从忍耐生老念 老念从原本来讲是怎么样 就好像是那个金属 被火烧了所有的杂杂 过后的那种唇 完全遇到任何的苦难 任何情况之下 我依然相信我的主 为我预备一切 你就找着真正的盼望 而这盼望 不至于羞耻 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你的泪水里面 使你完全充满 就是在患难当中 你也充满 有没有 很感人 今天这场道 我们是有一些计划性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月跟你讲盼望 Amen 那你记不记得 第一个礼拜跟你讲盼望的是谁 陈坚孝弟兄 记不记得 我想问你 如果一个手脚完全不能动 只有一个头的人跟你讲盼望 结果他真的有盼望 有他太太跟两个孩子 你觉得怎样 请问一下他有没有患难 有啊 那他的患难也没有生忍耐 有啊 他坚持到底 相信神给他最好的 这个叫忍耐嘛 忍耐也没有生出老念 有 他揣摩到 全部杂念以前负面的思想 所以都被烧得干干净净 现在他是很正面的 为什么这句话他讲的最有道理 他讲什么 感谢主 我至少有眼睛可以看 有头脑可以想 有嘴巴可以说 结果拿到十大解除青年 Amen 对不对 这个叫老念嘛 老念生的什么 生的彷徨 Amen 今天看到他我要跟他经历 对吗 在我右边的那个叫做 尼虎姬 尼虎姬我告诉你 没有手没有脚 不过你看他太太漂亮了 一个在肚子 一个在肚子里面 一个在肚子外面 Amen 现在两个都当生了 我给你看的是旧子照片 Amen 对不对 从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没有完全看到 看到 你说牧师 那个太残忍了 那个太远了 这么远 对了 曾经教虽然来过了 跟我们不熟了 好不好 我带一班 你很熟的人给你看看 要不要这班人你熟吗 Amen 跟你旁边讲 这里有胖吗 Amen 这班人你都很熟吗 这班人你慢慢去问他们一个一个人的历史好不好 对不对 堵到要离婚了的 想跳楼的 什么款的都有了 对不对 前面那个客行的肥仔 堵到要拿火去烧人 如果烧了人现在怎么办 现在监牢里面哪里还有胖慢 但是今天他充满胖慢 Amen 对不对 他充满胖慢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近在你眼前 有那么多从没有胖慢看到有胖慢的人 你走同一条路 怎么可能会没有胖慢 Amen Amen 所以我告诉你 这里就是你的帮忙 但是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抓住 你有没有信 你有没有真信 你能不能够在患难当中 从未来看现在 基督徒的一个另外一个最高的境界 叫做未来看现在 什么叫未来看现在 你知道吗 因为神已经告诉我 我的生命是荣耀上帝的 神已经告诉我 我已经要 最后我到的终点是天堂 人生就好像一个列车一样 你现在可能在中途 但是你的终点是哪里 我告诉你 我们是新父教会 什么叫新父教会 你知道吗 耶稣就是新郎 我们就是新娘 等着他来迎接我们 娶我们 你知道吗 我们站在终点看过去 哇 现在是新娘 现在遇到的一切的问题是什么 装扮时期 对吗 我们亲爱的女士们 你最漂亮的是不是 不是你结婚的那一天 是吗 骗我最难看就是结婚的那天 对吗 眼睛黑黑的 那个兜兜全部出来 因为几天没有睡觉准备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当天晚上你确实是最漂亮的 对吗 拍照的那天 你确实是最漂亮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经过了装扮 经过了makeup 对不对 经过了那个兴奋 结果眼睛要睡要是突然间震了起来 拍了个很漂亮的照片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幸福 好不好 幸福不是一天就美了 他有经历了一段的化妆 各样各样各样的那些 原来你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苦难 那只是一个过程 你已经知道了终点 终点是什么 终点你是耶稣的幸福 跟你旁边讲你是耶稣的幸福 这是最大的帮忙 所以基督徒 我真的告诉你 不要讲基督徒错了错了 不要讲基督徒 基督徒价值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罪有价值你知道吗 在基督里的人 Amen 你跟你旁边讲 在基督里的人 在基督里的人 我要清楚的告诉你 现在 无论你遇到任何的苦难 任何的难题 Please 请你 从未来看现在 用正面来解释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不要用负面 我很苦 这个东西我不要 神为什么没有看过我 放下去 用正面 神谢谢你装备我 神谢谢你 像成见效一样 让我至少有眼睛 谢谢你 让我至少有嘴巴 至少有头脑 你用正面来看 因为神给你的应许 永不落空 Amen 神让你现在处于不好的环境里面 那是一个谋念 Amen 你看 极不可能 极不可能 坦白告诉你 圣经如果可能 没有是不可能 Amen 对吗 对吗 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希望 今天不是来听一场道 而是你真的在这场道里面 圣灵光照你 让你找到你生命中的盼望 Amen 好 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 Hallelujah 来 我们站起来